繼續打仗吧!加油吧! 香港的疫情状況,你好! 來了香港17年,可以說得到一口流利廣東話的舌達 是港大微生物學系助理教授,也是袁過勇的徒弟 剛剛來香港的時候,因為言語問題 和病人交流的時候都有個誤會 我很記得我在陳述看病人,病人會走進來 他一見到我,是呀!我不會講英文,跟我說對不起 就不用擔心你坐下,說廣東話就可以了 他立刻放鬆了 舌達是印度人,中學時因為爸爸工作關係 就來了香港讀書,其後考入了港大醫學院 於是一直在香港行醫 他說廣東話是世界上最難學的語言之一 但憑著一夥對醫學熱誠的心而克服了困難 他會逼自己講廣東話和用廣東話思考 又多謝病人經常跟他聊天 那時候真的不懂得死 年輕的時候真的做得到 做一個好的醫生 是今時今日的一名要學好廣東話 除了精東廣東話之外 舌達同樣最深於微生物學系的研究 面對今次的疫情,他說要跟大家拆解一些防疫誤解 尤其是咖喱中的薑黃素 很多研究都說有康病防癌 但舌達就有這樣的看法了 2003年大家以為這是一個成功的方法 所以在印度那裏很少是沙士的個案 因為大家吃Termary姜黃素 我覺得他可能也會幫你的抵抗力的某程度上 很多人都說 也有些指出了 Curcumin的確實性分 對不同細菌的病會都很有效 但這件事是否真的能保護你 對身形的觀衝肺目是兩天 所以應該我自己會覺得沒有證據 說他真的不能放到 講到印度人最喜歡吃的咖喱 在飲食健康的角度出發 他就透露重慶大廈的咖喱味精都比較重 喜歡吃咖喱的香港人就要注意一下 譬如我們中環有個Bombay Dreams 山頂那邊叫做Rajasthan Rifles 中環有Bombaya Club 質素很高 跟人道的高級餐廳差不多 但我們來的時候 自己就吃不到 因為放得很多 對我腸胃也不太能熟悉 他們會不會看到 這是什麼 然後我們要的心思 走 我們先走 我們先走 你先走